阿玉真家 这人说着 那血流的整个菜市口毒战狐了 幽女 你可认罪 玉佳之子 何况无辞 杀 杀幽女 将迈游投敌 被满门抄斩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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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哥哥 他这副样子 是由我心事 实在可惜 不如把他拥在城墙上 是终于 雪儿子肯定胜了 那便依雪了 贱人 是你把我们废道前太子 是你自愿顶罪 让夫君当皇帝 这该属于你的皇后之位 就让妹妹替你相守 我是我 我是我 阿国的人是君红颜 阿国的人是君红颜 是他变了我 他变了所有人 开始吧 杀了他 杀了他 妖女扶住 乱费金楚 杀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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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妖女 杀妖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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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这一世 我还是惊得了 为什么 他就这么好 我不是死的吗 你把四子杀害成这样 就只会见到他 你知不知道他 熏灵云 好 既然你这么明顽不灵 我就让你困在我的身边 这辈子 你哪儿都别想去 我还有多种 我种种人 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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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朕说一次 太子殿下 意图监污臣女 臣女不从 便以死明智 臣女还听说 太子 意图谋刺陛下 臣女所言 这句属实 臣女也可以作证 你 我 凤天承运皇帝诏曰 吉日起 废除大皇子军陵云 太子身份 押入大牢 李安王君红颜为太子 楚芸汐为太子妃 亲此 痛 楚芸汐 你的夫君只能是我君陵云 你记住了吗 不然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不然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我再也不会闹 再也不会跑了 我会成为你的妻子 为你生儿育女 陪你生老病死 而且 即使你想要 我也会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会摆过你 和你在里面一切 楚芸汐 重生一世 你现在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但你若是骗我 不 我不会再背叛你了 太子殿下 求你放过我姐姐吧 我姐姐与安王是真心相爱 她说过 被安王不嫁 求你高抬贵手 放了她吧 殿下她舍不得姐姐 如今姐姐这楚芸 只有破釜沉证 才能逃离这墨坑 您才能和安王 长相厮守呀 严格格 她这副样子 只有我们信任 实在是可惜 不如 给她定在城墙上 示众吧 殿下 可否借我一件外衣 怎么 就这么着急去借你的安王 不 不是 人言可畏 我要去跟她说清楚 行 你这些不会再重蹈覆车 对吗 太子殿下 求求你放过我姐姐吧 就算 就算她已不是完毕之身 出家也养得起 你强留下她 是想留下她的尸体吗 你 我是太子未来的太子妃 今日在宫中不慎扭伤了脚 太子殿下接我到东宫照顾 岂容 岂容你在这儿哭伤 姐姐 你在说什么呀 你已经在皇上面前请求退婚 要和安王在一起啊 你要是从何处停来的方桃花 我又是何时退婚 你此番在这儿风言风语 倒是丢了我们楚家的颜面 姐姐 你是不是因为失了身子 觉得配不上安王 姐姐 安王还在大殿上跪着 你怎能辜负她的情谊 就算安王不知道她自己喜欢什么 妹妹 难道也不知 姐姐 你要是有苦之后 你就和妹妹说 楚家的所有人都在宫中等着你呢 楚家大小姐与敌国太子勾结 楚将军投敌卖国 罪不可赦 来人哪 把他们都抓起来 明日问战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求求你放过姐姐吧 求求你放过姐姐吧 你还有脸提她呢 来人 把她丢出去 仗则五十 妄想 不可 怎么 你又舍不得了 殿下 皇嗣要亲 你说什么 姐姐 姐姐 你能胡说什么 妹妹不知做错了什么 让姐姐如此对待 如此这般 你可敢露出你的手工纱 来人 请御医 回太子殿下 他的确已有深月 已有三月之余 还请太子殿下 为妹妹做主 将安王 请来对治 闻消 走 去将安王请来 诺 你先去挂这医生 祝皇 儿臣与楚家大小姐 两情相悦 还请父皇下旨 解除她与太子的婚约 成全她与儿臣吧 安王爷 太子殿下有请 君陵云找我做事 莫非是知道了什么 来找我算账 你回去告诉皇兄 宫宴在即 今日不便前去 改日 立登谢苏 太子殿下的命 只怕 由不得安王爷违抗 怎么 父皇的命 阎哥哥 殿下 安王爷待到 你这个如此对我 阎哥哥 处二小姐 无猫苟合 还真是天生一对 汐儿 是不是皇兄求见了你 快来本王是病 我定救你 你是不是想死 皇兄 我知道此事 折了你的颜面 可你和汐儿 空有婚约并无感情 而我 和汐儿是打小的亲子 皇兄上战场后 就从未关心过汐儿 如今我与汐儿 情统一合 求皇兄成全 就当 让皇帝一个物件 你说谁是物件 凌云 别动手 让开 汐儿 你别碰我 没伤着你吧 安王自重 眼下 我是太子未来的太子妃 安王方才患我汐儿 又是何居心 颜哥哥 姐姐知道我还了你的孩子 打我 也是应该的 汐儿 此事怪我 错把她当成了你 我心里只有你啊 安王是听不懂文化吗 我知道姐姐是因为失身 才对不起安王的 安王是最疼爱你的 姐姐 姐姐你只要说一句话 安王不会不心疼你的 初音信 你怎么变得如此恶毒 明知雪儿身体不适 你还这样打她 她是我楚家的人 自己不结身自害 还给嫡姐扣上了 不真不结的罪 嫡姐 管束自己的树妹 有问题吗 楚芸汐 你这恶妇 雪儿平时对你多好 事事为你着想 你良心都为了狗了 皇兄 父皇 最痛恨兄弟相残 你若杀我 父皇定不会坐视不管 你若是羡慕他用理解教导 我也可以教导教导你 皇兄 你为了一个女人你 再让本宫听到你说 此类话舌头就别咬 皇兄 你你息怒 楚雪儿 拉去游街挂上牌子 勾引皇子 未婚先韵 不知廉耻 皇兄 不可 你 楚大小姐 楚雪儿 她是你的妹妹 她入游街 你也会受人诟病的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连圣人也无法避免 百姓 也是能分清 属是属非的 你不怕 你的其他家人哪 也不怕人言可畏 古恩 你们二人 速去向父皇求婚 慢着 你说 太子真是越来越威风 太子真是越来越威风 不好 贵妃娘娘 太子如今竟能决策皇子的婚嫁 你父皇与我犹在 太子是想越祖带袍吗 贵妃娘娘 您误会了 臣妹与安王信信相惜 太子殿下是想成就一段家义 好孩子 你与炎儿的事情 本宫和皇上定为你做主 你无需多想 不是什么花儿雪儿 都配在我儿身旁吧 要不是上辈子我生不如死的时候 你没为我说不如句话 我也不会知道你这一切都只是在作秀 娘娘 只要安王殿下 对舍妹是真心相待 给她名分 那汐儿 便不再追究安王 毫无我名声之事 这死丫头 不是如此贵 见不如胖 她不是对你儿子的谨慎 好孩子 我知道你面子薄 这些事 咱们以后再说 不 今日我便与贵妃娘娘说清楚 我 将军府嫡女楚芸汐 此生此事 只会嫁与太子殿下一人 生是殿下的人 死也是殿下的鬼 死丫头 竟敢无命 你别想好过 太子殿下 萧贵妃娘娘 安王爷 皇上有令 令你们速取参业 她真是楚家的大小姐 怎么和从前不一样啊 我记得她貌似无言 胸无点目 嘘 小大声 她可是未来太子妃 太子妃 我看未必 汐儿 父亲 母亲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哎哟 你这孩子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当然没事了 母亲 大庆广众 成何体统 去 一会儿和你妹妹 坐那边去 女儿偏步 女儿就想挨着你们 哎 我大人了 哎 我娘 你前些日子 还想和太子殿下退婚 说要嫁给安王嘛 怎么今日 又和太子殿下 出双入对的 她 没有胁迫你吧 父亲放心 女儿没事 好 哎 雪儿怎么还没来 既然 都已经到齐了 来人哪 先上彩头 先皇后的凤玉琢 如有哪家女儿 每场比试都获得魁首 便可获得死琢 父皇 儿臣来迟 即至来迟 还不快快入座 是 哎 雪儿 你怎么才来 没什么 只是与姐姐发生些口奖 妹妹还真是会逼中酒情 今日宴会分为 武艺 画艺 情艺三场 第一项比试武艺 不知 哪位小姐先来 皇上 楚大小姐是未来太子妃 不如 就让她先来吧 只是 不知道楚大小姐可会武艺啊 菲菲姐姐 家姐的脚崴了 雪儿愿替姐姐献议 给各位小姐抛砖引玉 哦 这脚崴的可真是时候 楚大小姐怕不是不会跳舞吧 家姐只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崴到了 菲菲姐姐 还是不要强人所难 不劳妹妹费心 既然萧小姐盛情相邀 那我就先找你 只是还请皇上允许臣女下去稍作准备 既然树妹想去抛砖 那边去 她竟然当正叫我树妹 我没听错吧 她喊出雪儿树妹 原来楚二小姐是树楚啊 这小瘦女 看得还真不错 这楚大小姐还没准备好吗 不会是自残行逵害怕了吧 这第一场不是五一比试吗 这比莫职业用来干什么 除月欣 你要干什么 除月欣 你要干什么 哎 好 巾帼不让须眉 楚将军 你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不过是曲抢 这曲子给我我也能舞 楚大小姐的舞 舞出了家国情文 在下实在是佩服 曲也是极其精妙 感问是从何硕所得 小女不才 此曲是小女一时兴起 为今日比试所作 不可能 楚芸汐 你这是欺君之罪 世子博览群书 且精通音律 敢问世子 可否听过这首曲子 令 其实你有奇遇 得了哪位高人 还未公布的曲子出述呢 禀皇上 世子 萧姑娘 楚大小姐确实现场谱的曲 这就是楚小姐的曲谱 哈哈哈 好画作 古中作画一事不易 竟能如此行云流水 亦境深远 妙哉 这是小女画一笔式的作品 那刚才那首曲子 就作为琴一笔式的作品 可好 远了 此等好画作 可有名字 回陛下 小女现在 是太子殿下 未来的太子妃 这画 想要送给殿下 名字也由殿下来取 真是不知羞耻 理应如此 此画就叫做 归心 殿下 曲子也还没有名字 这样劳烦太子哥哥 楚云熙 你太过分了 那这首曲子就叫做 重生 我费哥知道了 他大概知道了 我宣布 本次宴会三场比试的魁首 都是楚家大小姐楚云熙 如果你不能被我的言而死 那就别怪我生下的心 皇上 雪儿斗胆 求皇上为家姐做主 父亲 你怎能如此狠心 一想到姐姐被太子殿下软禁 雪儿就算豁出性命 也不想看到家姐受苦 雪儿 不许胡闹 回来 楚将军且慢 楚雪儿 将事情一无一时地说出来 若敢妄言 便是弃君往上 自前日起 姐姐就被太子软禁于宫中 太子想要强迫他 姐姐不从 然后 然后就 然后怎样 然后姐姐就悬梁自尽 这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皇上 臣女所说 句句属实 姐姐如果再被困于洞宫 只怕凶多吉少 求皇上 救救家姐 楚芸汐 这问你 可有此事 端下脑子叫你这么久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楚芸汐 这问你 可有此事 回皇上 臣女不知臣妹 为何如此说 姐姐 你就如实说了吧 皇上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妹妹 我们是亲姐妹 我不知你为何要离间我与太子 还如此勾陷太子清誉 姐姐 我一心为你 你怎能如此说我 够了 你们当这里 是你们楚家的后院不成 楚芸汐 朕要听你说 回皇上 正如先前太子殿下所言 臣女不慎崴伤了脚 太子便将臣女 接入东宫照顾几日 后因宫宴在即 太子怕臣女绞伤加重 便留下多照顾了些时日 况且 第二日 太子也将臣妹 接入东宫 陪伴朕 可不知为何 会让臣妹误解成这样 姐姐 太子殿下是不是威胁你了 你别怕 皇上在这儿呢 他会为你做主的 前几时光顾着军逢年 忘了我 才是西尔身边最大的重处 楚雪儿 你莫要再呼叫蛮缠 若是有证据就拿出来 若是没有 就乖乖向皇上请罪 姐姐 你可敢给大家看看你的手工伤 雪儿 你 什么 楚芸汐被破了身子 她在搞什么 她不是忘了楚芸汐 知道她还了我的孩子 楚芸汐 我就不信你被看着 不 不可 不可 父皇 楚芸汐是儿臣未来的太子妃 若是当众查验 就是对她的不信任 更是对儿臣的不信任 有误皇家颜面 若是要查验 必先定下规矩 待楚芸汐入殿后 由皇上和萧贵妃 各派一名嬷嬷共同查验 若是查明楚芸汐清白之身 主张查验之人 必将严惩不待 以示皇威 太子思虑周全 好 就依太子所言 回禀皇上 贵妃娘娘太子殿下 楚大小姐 该完毕之身 这 这不可能 楚二小姐 老奴与万嬷嬷 都在宫中服侍主子多年 你这是在质疑老奴们 说谎吗 没有 没有 雪儿不是这个意思 皇上 姐姐身上肯定有雷过的痕迹 大家一看便知 放开 够了 放肆 我皇家之人 请有你在三污蔑 父皇 这种不敬姐姐 辱莫皇家之人 还请父皇严惩 皇上 我没用说谎 皇上只要看一眼 只要看一眼 就真相大牌了 偷考 来人 将其拉下去 杖则三十 皇上 皇上饶了臣女们 皇上 皇上 安王 安王 救救我 求安王做事 父皇 求您开恩 饶了出去玩吧 你究竟在呼闹什么 儿臣 儿臣 陛下 臣教女无方 您要罚 就罚臣吧 此言诧异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二女 都是你府上的小姐 一个秀外惠中 而另一个 信思却是如此歹毒 朕又怎能以教女无方 而怪罪于你呢 陛下 陛下您说得对 可是 这手心手背 都是着我 这俩她 都是我的女儿 你说我 陛下 要不 你就看在 雪儿年纪上 又又身为女子的份上 你 换个责吧 怕了 楚雪儿 母尊长 藐视皇家 朕 把你抄女德 一百遍 每日领十戒持 直至 抄路完毕 朕今日罚了 爱妃 随朕回宫 我本以为 你是个聪明人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除了心意 你若自对我 就不要怪我的念见姐妹之情吗 父亲 雪儿只是担心姐姐 反倒是姐姐不顾及姐妹情意 害得雪儿弄得如此下扯 雪儿 你说 你在东宫究竟发生何事 在东宫发生了何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女儿再也不会做出有辱家门之事 你的意思是 你不打算与太子殿下退婚了 也不打算嫁给安王了 是 你怎么又变了呀 我若有半句谎话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父亲 还有一事 必须与父亲说 说说说说 楚雪儿 怀了安王的孩子 什么 什么 老爷 这件事情 你不能全怪雪儿啊 如今你还维护她 不要 不要老爷 起开 不要打死这个逆女 不作妖 还怎么有脸做人 起开 老爷 要不是安王三分两次地来找大小姐 雪儿怎么会有机会 你还有脸是 来找汐儿 怎么不计汐儿出事 反正是她玩了孽着 你让开 你杀了我吧 你 雪儿知道该父亲丢脸了 不认死了算了 还有你 困什么困 神威姐姐 没给妹妹做好榜样 带坏妹妹 你还有脸困 老爷 现在最重要的 是雪儿的事 该如何解决 眼下 只有两个法子可以解决 什么法子 其一 让安王自己选 要不要这个孩子 若要 则以正妃身份 迎娶楚雪儿 若不要 则赐楚雪儿剁胎药 我们楚家 也不算怠慢皇思 自此以后 楚雪儿去向何处 与安王无关 姐姐 你这是要我死 其二 请陛下主持公道 向安王追责 要么 给安王赐婚 要么 给楚雪儿 赐三尺白领 这才是要你死 懂 楚芸汐 你怎能如此歹毒 雪儿好歹也是你的妹妹 你居然希望陛下赐她一根白领 柳璃娘听话要听权 如今圣上公正严明 这事若是闹到明面上 陛下难道会包庇安王 赐死楚雪儿吗 事闹到明面上 陛下多半 会给安王和雪儿赐婚 同时 关了安王的帝王吗 你们两个 回房间里面闭门思过 哪儿都不许去 等等 妹妹 别忘了抄女德 还有十戒指 来人 拿戒指 父亲 雪儿 把手伸出来 父亲 父亲 别打了 父亲 平平 忍着点 父亲 父亲 别打了 别打了 父亲 父亲 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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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历一二八年 楚云熙被贾树妹信败 我起来是如过锦刀树遭 我起来 过来是你们中凶 殿下 你没事吧 从上次宴会之后 您就会对劲 你继续 你继续 昨夜 太子妃说 她已经不喜欢安王 要嫁给殿下 她又想耍什么花招 太子妃说 若有假话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不过 太子妃 被楚将军禁锁了 明日 让八公主进宫一趟 诺 姨娘 我要出去见安王 昨日她对我有些冷淡 我担心 瞧你这点出息 这条路走不通 走另外一条就是 可是这么多年 我们扑了这么久 让我放弃 我不甘心 那还不是怪你 让你把多摊药早喝了 哪有这些事 姨娘 二小姐 皇宫里刚刚来人 八公主邀请大小姐入宫呢 姐姐 您就原谅妹妹这一次 要是姐姐还是妹妹的气 要打要骂都听姐姐 三手 我不放 放开 除非姐姐原谅我 除非姐姐原谅妹妹 三手 太子妃 放开 请 放开二小姐 姐姐 姐姐 皇兄 我已经派人去请芸汐姐姐了 嗯 你放心 她一定能出来的 嗯 所以 你还不早 嗯 大的智商 小的缺疤 我又没受伤 这是给我干嘛 哎 你小心点 这是给你晃扫的 哦 那你怎么不自己给她 这该问的就问 不该问的 别问 太子殿下 八公主 楚大小姐来了 太子殿下 快点 你 我小心点 你别老了 快点 大的 是智商的 小的是去八的 这个是太子皇兄叛你留八 让我特意给你的 啊 怎么 感动了 你再这样 我可就再也不来了 哎 好好好 我又不会玩笑你 我最近得了几个新玩意儿 你来看看 喜欢就送给你 八公主 萧贵妃听说楚小姐进宫 想请她过去喝杯茶 汐儿 好儿 你们都尝尝 这茶是刚从南方进口来的 真是好茶 清香四溢 唇齿留香 这好茶呀 须得配好杯 这杯子品性也各有不同 若是选了性子烈的 这再好的茶水都是浪费 芸汐 你说是不是贵妃娘娘高见 可芸汐觉得 这茶水冷热相宜 极为最佳 入口才可留香 况且 这茶杯若是能成万般的茶 倒是无趣 还不如那烈性的茶杯 一杯只配一茶 倒别有情趣 芸汐尚小 想法单纯 这世间 怎会只有成一种茶的茶杯 既然如此 那倒不如选一个性子不烈 茶杯成茶 亦在于人 若只让她成一种茶 她便只成一种 娘娘 芸汐 还是更愿意做那烈性的茶杯 看来芸汐 是不能和本宫同心同德了 好一个小贱人 给点颜色就会开染方 竟然骑到本宫同事 还有那个万桃 真是个白眼狼 娘娘不要欺坏了身子 她不过是一介武夫之女 武夫之女 竟能得魁首 真是小瞧了她 既然她跟娘娘不是一条心 留着也是个祸患 不如 楚大将军 八公主想请楚大小姐 常进宫陪伴 还望楚大将军不要阻拦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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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儿以后 定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 不惹事了 自己 看来你真是把父亲的话当耳膨疯 你真当禁足令只是说什么 你把皇上的话当放屁 你得超了吗 姐姐 我知道你一时无法原谅我 我只是过来给你送信的 信 去公里吧 姐姐 安王心里记挂着你 若姐姐原谅 接纳妹妹 就算被打被骂 妹妹也毫无怨言 看来还是得找个烦 看来还是得找个烦 让父亲摆出了血 从你家里想出得去 妹妹真是好大的本事 进足期间 都还能与安王取得联系 此事若是不想对父亲知道 以后就莫要再在我眼前提到 还有 天色不早了 记得去父亲那领戒指 楚芸汐 来我夙愿得偿那天 就是你生不如死之日 嗯嗯 下 小 嗯 哇 嗯 殿下 何事 安王给太子妃写信了 我接了 接了 还收好蝶下来了 滚 汐儿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许久 安王 我是太子未来的太子妃 兄弟妻不可欺这个道理 安王难道不懂吗 还让庶妹给我送信 这莫非什么亲兵书 汐儿 太子殿下虽然惨暴 但我为了你 什么都不怕 你也不要委屈了自己 好不好 安王爷 自信是病 失心妄想也是病 安王如果有病就去治 亲磨慧及记忆啊 你先随我进府 若有误会 我定与你说清 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气的 我虽为一介女流 却也知道应当从医而终 我楚芸汐 今日在此立誓 此生此事 只嫁太子义 安王爷 你就死了这条心 楚芸汐 你算什么东西 也陪本王给你写信 今日 为了污蔑本王 竟还伪造了一封书信 真不要脸 是不是安王亲 要不要拿到陛下面 身为你未来皇嫂 我今日便赠你 身为皇家贵胀 一言一行 须谨慎而知 莫要失了皇家 宝子为之 看什么看 滚 殿下 你这是要去哪儿 从今日起 你便不再是我的事 自己另谋生计去吧 殿下 殿下 首先若是哪里做得不好 要打要罚 臣都甘愿领上 请殿下收回城面 今日过后 我不再是太子 你也无需再跟着我了 殿下 这一事 不能再带上我们送死 滚 找什么命令 太子殿下 那白萧 就靠命一回了 滚 太子殿下 如果不带属下一起 就踩着属下的尸体 过去吧 明完不灵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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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不去红颜就这么高兴 你可是见我也能如此有心的打扮就好 哎哎殿下 啊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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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这儿 我腿疼 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劳你拼心 殿下今日为何是不开心 那你又为何事而来 你不是去找你的安王吗 来本宫这里做什么 你做什么 殿下 你宫中可是烧醋了 竹云西 你又想做什么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本宫可以放你自由 什么 回殿下 老臣学艺不精 这病从未见过 还请太子降罪 莫非 这就是回来的代价 阿兰 你退下吧 我说我可以放你自由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若答应了 我以后再也不干涉你的魂家 什么条件 你以后与君红颜 不得有任何来往 你若应了 我就放手 夕阳 我知道你肯定会恨我的 但我要在做之前 为你斩除一切会伤害的女人 殿下 你只知今日我去见了安王 却不知我去找安王做甚 去做什么 当然是把信甩在她的脸上 断了她的念想 顺便召告所有人 我是太子的女 卓云行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话 殿下若是不信 找人来问 进来 太子妃所言 拘据属实 认下吧 是 那你这衣服 是 讨你欢心 好看吗 好看啊 你当真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想好与本宫在一起 一生一世 永不后悔 是啊 我早就想好 我要与殿下 一辈子在一起 若殿下还是要让我走呢 我就跟着你 你 老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若错过这一次 你以后 我放弃 我放弃 这最后一次机会 我若是后悔 我就 喝水被呛到 吃饭被淹死 下失败 怎么弄的 无碍 凌云 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伤害自己 好 上 老板 我要这个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记忆 先掏住我的手 再掏住我的心 最后和前世一样人手 将我残下太子之外 不喜欢 你不喜欢我 那个 我饿了 如果是骗我 就都骗我 我带你去春回楼 快看 那不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吗 果然是皇家贵兆 难猜女帽啊 太子殿下本就天人之责 没想到太子妃也没揉天心 以前也不知道是谁眼瞎 穿太子妃长相难看 如今一看 也难怪安王会心动啊 要我看呀 安王也只是痴心妄想 太子和太子妃感情这么好 也是他能破坏 小心点说话 你不要命 殿下 这样真的好吗 心耳朵当中宣布是我的女人了 现在怕什么 可是殿下 你是我未来的太子妃 我要再叫我殿下了 叫我灵女人了 灵女人 可找到他们的踪迹 回禀殿下 暂时还不知晓 他们行踪十分可疑 继续查 有任何消息马上汇报 他就这样把你害 给曾经背叛过他的人干 就不怕我告诉君弘言 殿下 你怎么了 没事 最近天气凉 有点朝凉 天色不早了 我早点送你回府 你先带我进宫 今日 我当众顶装安网 陛下那边 我还得去请罪 以免连累到家人 我暗示 交给我 父皇 楚云熙即日行为 虽然莽撞 但也有效 若五弟再胡闹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父皇 五弟与楚雪儿有染 还令其怀了身孕 安静谈将军 爱与您的情面 没有任何行动 但您也不能过于 包纵五弟呀 父皇 若儿臣早日 与楚云熙完婚 作为皇嫂教训五弟 实难属于 皇家内部之事 无人敢毅业 儿臣请求父皇 早日成全 儿臣与楚云熙的婚事 连个媳妇都管不好 好了 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吧 谢父皇 嗯 等等 请告诉你那个五弟 楚雪儿那个孩子 朕 不会承认 让他自己处理干净 不要为此事再来烦朕 儿臣 尊与 跪下 你姐姐说 是你给他送的信 并没有 父亲 我猜可能姐姐是因为怕父亲责怪 才将所有的责任 推到雪儿身上 父亲 女儿一整个上午都与太子殿下在一起 还去春会楼用了饭 我去找安王 如果是为了旧情复燃 那太子殿下怎么能心平气和地和我用饭呢 希儿说得不错 殿下 殿下 太子殿下 本宫不想太子妃被误会 特意赶来为太子妃证明清白 雪儿 你不是说 雪儿去幽会安王了 你在家中禁足 又是怎么知道的 记在你母亲名下 不是让你这么陷害你姐姐的 我 我亲眼看到姐姐接过阿王的信 然后出了门 我以为 我以为 你怎么亲眼看到 我从谁手中接过的信 又看到谁亲手把信交给我 你 你就这么坑害姐姐 你真是吕叫不敢 老爷 你要不就先打死妾吧 妾出自正经之家 无奈之下 成了老爷的妾室 我的孩子 也就低人一等 这都是我的 你这个时候 说这个干什么呀 是 我是说你 你们全部都疼爱他 我没人疼没人爱 只能靠自己 我有什么错 父亲 母亲 既然雪儿已数处自军 那不如将她从母亲名下除去 恢复她原本的身影 免得痴心妄想 惹出势动 说什么 初云熙 我要跟你拼命 初云熙 我要跟你拼命 一个疯女人 老爷 老爷 你看啊 老爷 都住手 干什么呢 孩子殿下还在那 不想丢人 可怜的雪儿啊 都是美娘的父 少说两句吧 正是 你也不会受这种委屈 父亲 母亲 凌云 既然她们娘俩这么互交蛮缠 我们就先走吧 让她俩冷静冷静 都是我的错 殿下 老娘有点事跟您说说 这都什么样 什么时候你能忍忍吗 忍忍忍忍忍忍 我都忍忍了十几年了 坚果呢 还不都怪你 你要是早听我的话 我太听你的话了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 今天怎么突然过来了 本宫只是不想你被其他人误会而已 我也想你了 对了 你之前说 你把信舍到老五的脸上 你可知 这信是谁给楚雪儿的 这封信 是楚雪儿亲自交到我手上的 可楚雪儿被下了禁足令 也就是说明在这期间 她想跟君红颜暗通款取 府内一定有人在帮她 所以 所以 我猜她是买通了看门的守卫 此事交给我 明日 我必把这人带到你面前 不用 我自己能解决 今天还能去那个地方 怎么回事 出了那扇就出了梦 这梦到底是何意 母亲不在 姐姐有什么权利召集府中下人 耽误他们做活 什么权利 妹妹这话真是好笑 你问我什么权 我出生就有楚家嫡出小姐的权利 我差点忘了 妹妹从柳鱼娘肚子里爬出来 便是没有这个权利 如今还来问问 真是自担不许 楚燕西 你别太得意 不是小姐 救救小的 小的都是听从您的吩咐行事的呀 你胡说什么 你可别胡乱攀扯 不是小姐 你别过个拆桥啊 您说过 只要小的安心亲从您的吩咐 您就会伤小的银子 放小的自由啊 妹妹真是好大的权利啊 妹妹也知 眼下是母亲长家 所有人的卖身器都在母亲手里 放人 其实你说放人自由 他就能有自由 楚雪儿不是在家里很受宠吗 大小姐不宜一直护着她吗 大小姐饶命啊 大小姐 笑得以为也是您的意思 才会听从二小姐的安排的 姐姐 你敢说不是你受益的 难道不是你想与安王私会 才会这么告诉我的 轻者自轻 你方才说自己是无辜的 却为何又撒谎 因为你知道自己本身就有错 我现在就告诉你错在哪里 其一 与是非不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二 你都搞不清楚自己的主子是谁 把一个小妾生的东西 当主子那样碰着 姐姐 我被寄养到母亲家 这名下这么多年 就是堂堂正正的敌礼 怎么就不是主子了 你居然还拿着我姨娘的身份说实 过了今日便不是了 我现在还怀着安王的骨肉 你让我如何以淑女的身份 面对安王 父亲 你可怜可怜女儿吧 雪儿 你看安王毫无可能 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 为什么楚芸汐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 她想要谁就要谁 我就不行 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父亲 你看看雪儿 雪儿 这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 你不懂吗 心中的那点自私自利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害你的姐姐 你还不知错 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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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安分守己 我和你父亲 都会为你相中一场好亲事 并不会委屈了你 什么好亲事 你们能找一个 跟楚芸汐一样的好亲事吗 你们不能 还望能娶你做她的正妃 你对她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我愿意成为侧妃 你说什么 我愿意成为侧妃 父亲 你再说一遍 父亲 你再说一遍 我愿意成为侧妃 只要我诞下皇子 将来可以母凭子贵 不辞 你就顺了我的义帮 你简直是无药可救 你 雪儿 侧妃已是妻 你怎么不懂 你父亲的良苦用心呢 你别假好心 娘 娘 你怎么了 雪儿 你怎么跟娘说话呢 老爷 不要啊 雪儿 快给你父亲认个错 快呀 你叫得好 女儿 老爷 救你了 雪儿 你说句话呀 锦儿 这么晚找父亲 何事啊 父亲 女儿今天想跟你聊聊司空先生的事 这些陈年往事 就不要再多问了 明年开春 修耀跟太子殿下完婚了 你呢 就安心在家 待嫁即可 父亲 女儿已经长大了 这些事情都该告诉我的 你若不告诉我 我自己也会去查明白 不许查 查什么查 就你那性子 伯伴会给我惹出事来 我就以身试险 我就 父亲 你就告诉女儿吧 我不想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左下 左下 那今日 父亲就说与你听 那是你要记住啊 今日所说之事 切勿为外人道 女儿明白 这司空家族 乃是书香世家 盛起一时 司空书院呢 也是全天下书生所向往的地方 可是 这数大招风 慢慢的 就 不断有人向陛下敬言 说司空家族掌管天下书生 有不臣之心 虽说敬见之人都无证据 但是陛下心中 也早已有了疑虑 那 然后呢 那还得 从一幅书画说起 书画 有 有人 向陛下举报 司空书院 藏有敌国皇室的书画 有 叛国之心 这与前世 君胡言无限庄家 投帝卖国一模一样 父亲 可是小贵妃 我夕儿真是天资聪慧 看来有些事还真是瞒不住你 我 大夫 你 是 你 人 你 一 小贵妃 你 有 人 你 你 可是 陛下择后选中了先皇后 却没有选中她 没有选上又怎么样 反正萧贵妃喜欢的是司空先生 萧贵妃和先皇后二人本是平辈 可是此后每每见到先皇后 都要行后拜之礼 她这心中难免心生嫉妒 而且也有了对权力的渴望 这份心情倒已除许过有些相似 所以 知道了陛下对司空家多有忌惮的时候 他就用一幅帝国皇室的书画 构陷司空疏远 简直卑鄙无耻 司空家族被满门抄斩 株连九族 司空疏远也尽数关闭 唯有你师父司空先生 当时郑月豪有云游 才便遭遇难 司空疏远的书上 此法组织在朝堂之外静坐 时日为散 也让陛下更加认定了 司空家族有谋逆之心 汐儿 还有一人 你要知晓 何人 萧国公 他 雷厉风行 受到残忍 一举镇压了 曲国上下的反对之声 所以 也就成为了陛下的宠臣 这些年陛下对萧家多有纵容 也皆是缘于此 有人取冒司空家 收藏帝国皇室的书画 就谋逆卖国之心 萧贵妃萧国公明家 还有军无缘终续 我定让你们学战戏长 前世的所有 就让他们在心里 只要不再有武器面对 如果这些书都能带到现实 是不是就能办个像司空书院 那般辉煌的书票 果然 孟秋什么 什么都来不出来 不过还好我都记性 小莲 小莲 小姐怎么起这么早啊 你要不再睡一会儿 小莲 你快去帮我准备纸和笔 我要那种很大很大的纸 啊去 啊 小姐 你可真厉害 什么都会 稍后随我进宫一趟 又进宫 进宫才方便找太医啊 怎么样 嗯 我们家汐儿 这是认识了哪位神医啊 对吧 夸我啊 若是想知道是哪位神医所作 那你当如何呀 嗯 快帮我找个太医 帮我看看 想找本宫办事 是要付出报酬的 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有何吩咐 张太医 麻烦你帮 太子殿下 你是不是 张太医 今天请您前来 试想辛苦您帮我看一看这幅画 哇 这是 这 这也太精妙了吧 这 这是出自哪位神医的手笔啊 张太医 您若喜欢这画 不妨 我就将此画送您 这 这是真的吗 如此 魏臣谢过楚达小姐 楚达小姐若有什么差遣 魏臣无不应允 战蠢 你就是赵管事 我堂堂将军府小姐 你就给我送这些连狗都不吃的东西吗 这些高档点心 都是嫡出小姐们享受的待遇 您只是庶处 要不然 您自掏腰包 奴婢们肯定加餐 您 你 小翠 给我撕了她那张臭嘴 小姐 还是算了吧 啊 现在你也敢违逆本小姐说的话了吗 我给我打一支 我到了安王府 成了安王妃 非得把你们剁了喂狗 二小姐 小的上有老下有小的 您放过我吧 这有没有人 怕什么 王二现在还在刷马桶呢 难笑如是 我该当一辈子家人 小人还有事 先走了 本小姐自己想办 这里有何 小姐这 这不是跟狗东无异 你 你先走 快点 小姐小心啊 你 啊 该死的狗东 怎么这么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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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哥哥 你是不是忘了雪儿了 雪儿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 颜哥哥 你说话呀 本王只是 近日事务繁多 才没有去看你 颜哥哥 雪儿现在只是没人疼的数女 你可不能不管雪儿 雪儿 我有些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才没有去找你 黄命难为 父皇的命令 就算是我 也不能违背 颜哥哥 你要说什么 父皇 不认可这孩子 不 不可以 我为了你什么都活出去了 你不能不管我 孩子以后会有的 我跟你保证 郑妃的位置你不给我 侧妃的位置我父亲不同意 你们 你们是要逼死我吗 雪儿 你等我事成 我定娶你 如今 你得帮我得到楚元熙 得到楚下的势力 这如果让太子得了去 你我就再无计划 就这么多了 我把我认为 你也会有 你一个人 我认为 你也会有 你一个人 也会有 我认为 你一个人 我认为 我认为 你一个人 你你你你怎么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你来多久了 你要干什么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你想要我了 我愿意的 当初初生回来 跟我泽眼说的话 怎么起到现在 我去整理药材 赏花眼若是不想去 那就不去了 长公主附近不去 安危到时候 也无法保护你 放心 平遥公主 素来不惜全貌争斗 许是我们多心了呢 来 这个给你 摆消单 可解百毒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这能解百毒 那我身上的 你且随身带着 以防万一 若是你把它弄丢了 我就再也不会 送东西给你 好 太子殿下 天都快亮了 你还不回宫 天亮了又怎么样 汐儿就这么不想留过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未出阁的女子 不像殿下 可以肆意妄为 希望今日的宴席 各位能尽兴 没有失礼才好 这样饮酒也是无趣 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能助兴的好主意 蒋公主 上次宫宴中 楚云西夺了魁首 但武衣无人能品 不如 让她给大家助兴 武衣去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一睹芸汐的舞姿了 芸汐 你可愿意为我们献舞助兴 回长公主 并非臣女不愿 只是未曾想到 今日还需在宴席上献舞 可是臣女手上 带了先皇后的凤玉镯 这个好办啊 先摘下来 给长公主带为保管 等你一玩 再还给你就是 遇刺之舞 怎可轻易交与他人保管呢 长公主 臣女有个法子 哦 说来听听 不如 让在场的诸位小姐 一起玩四字接龙游戏 若是在谁那儿停了 便上来舞伤一曲 可好 好 那芸汐就开个头吧 狼狈 为奸 妹妹 接词 接什么 留个尖子给 能接什么 尖乙鲁月 尖父严父 雪儿认罚 愿给大家献上义舞 真是废话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我的孩子 长公主 夫人 求求我 无妨 小铲 怎么会小铲呢 孩子还有法子保住吗 这胎儿是保不住的 我会尽力保住大人的性命 谢谢大夫 我明明吃了朋友 为何还会中毒 夕儿 你怎么了 大夫 这芸汐小姐看起来也不大舒服 麻烦您一起看一下吧 没事 这个姑娘只是喝多了 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快 夕儿 母亲 母亲 别走 夕儿 害怕 长公主 夕儿就有劳您了 夕儿 夕儿 你终究还是本王的 夕儿 你不要害怕 本王会对你负责的 你放心 夕儿 夕儿 夕儿的孩子 本王今日就问你出去 夕儿还真是长了张狐狸脸 够得本王 日思夜想 你说 你对本王 是欲擒故纵吗 你将信耍到本王脸上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今日 殿下 殿下 安王进了赏宫中府 是从后面见他 果然 你是去见军无人的 要不要手下去处理 本宫亲自去 你说 本王的太子皇兄 如果看到你这副云剑狐媚的样子 会不会牵手杀了你 我可救药 贱人 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留着你还有用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好好活着 既然你冥顽不灵 等我登上大位 就赏你一个暖房丫头的位置 让你日日给暖房暖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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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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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不知非礼物事啊 我早说过 汐儿与我两情相悦 你偏不信 你看 就算汐儿潜伏在你身边 也要想方设法与我见面亲密 汐儿 你说是不是 汐儿 汐儿 皇兄 要说起讨女人欢心 你还真得跟本王好好学学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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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汐儿 汐儿 乃儿 乃儿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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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ulent motivo 本王就要好好看着 看你们以后怎么相爱相杀 你该清醒你还能站在这里 倘若这件事走漏半点风声 我必定叫你以命常治 以后怕是我那个好日子过 行 怎么样 我在我在 没事你已经安全了 我没有尸身 我知道我知道 没事啊 殿下 他也到了 张大一 汐儿中了到底是何毒 回殿下 楚大小姐没有中毒 只是喝醉了 不可能 我只饮了一杯过酒 你再给我瞧一瞧 微臣判断 楚大小姐的确是喝醉了 并没有中毒症状 也可能是微臣医术不精 不如多叫几名太医一同诊外 其他太医呢 都给我叫来 是离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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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太子殿下 为何对我这样好 因为你是我的汐儿 我从那样未曾 还能这样孽安里得地享受你的信 殿下 楚家父子求见 殿下 父亲 哥 汐儿 你没事吧 无妨 怎么也没想到 雪儿竟活同安芒 如此坑爱于你 多谢殿下大恩 保全了我汐儿的清白 乖乖请起 太子殿下 我妹妹的身体 你们别担心 汐儿只是有些虚弱 睡一觉就好了 真是情人太神 我这就找他算账去 忠儿 别那么冲动 你想闹他 天下人皆知吗 可是就这么看着 汐儿被他们欺负 不管吗 楚大哥 我定不会让汐儿 白白受欺负 我会让他们 加倍偿还 大哥 先冷静些 若然咱们有力 也变成没力 那我先带你回家 楚大哥 就让汐儿留在东宫 这里有最好的太医 是啊大哥 我先待些时日 太子殿下又对我很好 待我身子好些 我就恢复 还要麻烦你 帮我爹照料好母亲 别让楚雪儿和柳姨娘 尽他的身 就按他说的办吧 行 那就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想 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用大哥给你尝药 殿下 臣先告退 汐儿 只要你说让他们死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 不 别去 我只想 你好好待在我身边 好 怎么了 我舌头疼 是我自己为了保持衣食清醒 不是君红颜 汐儿 汐儿先别这样 别勉强自己 再等等 汐儿 我知道你所想 乖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汐儿 是我没保护好你 你明明是不错的 是我坚持眼下 分不清云中 与云 母妃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黄姐 你怕什么 虽然咱们的计划 是完成了一半 但也离间了他们 现在 太子和楚云西 不知道闹成什么样了 说不定 过几日就解除婚约了 你们行事 是兜不过脑子的吗 母妃息怒 您不是也想让儿臣 得到楚云西吗 现在 楚云西对太子死心塌地的 儿臣 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 你当我为何生气 你兜不过太子也就算了 如今连个楚云西都搞不定 费尽心思设计一通 却没得破了她的身子 简直就是个废物 也不知道是谁告的谜 让太子和儿臣前后脚就到了 母妃 你就不要责怪她了 眼前重要的是 父皇那儿该如何交代 事到如今 只能装傻冲愣 那日炎儿与好友喝酒 得了几桌好花 想到平遥宫中 正在办赏花卉 便想要给平遥送礼 后因前院女眷众多 酒后有些晕血 于是 便从后门 想进包厢休息片刻 哪知楚云西也刚巧在了 后来不知为何太子殿下 突然闯入长公主府中 发现两人共处一室 产生误会 母妃英明 这么多室卫都糊涂了 打死你 明日 秦楚将军早早进宫 一定要赶在萧国宫动作之前 请父皇做主 是 殿下 殿下 快来看快来看 这位唐俩人 这位唐俩人 这一位唐俩人 这大腿上 这一位唐俩人 大早上就 这一位唐俩人 这一位唐俩人 可让开 可让开 让开 让开 等我起来 你们什么人啊 来来来来 把他们带走 是 你也去 你也去 你知道本王是谁吗 别去 好大的胆子 竟敢自称本王 本王那可是王子王孙才能称呼的 呸 晦气 皇上 求您为臣做主啊 臣的两个女儿 都造了安王和平遥长公主的毒手啊 谢谢 皇上 皇上 你 现在臣的两个女儿 一个在家里面 卧病在床 一个昏迷不醒 多亏了太子殿下出手相救啊 这才保住一命啊 皇上 皇上 您看在我南征北战 鞠躬尽瘁的份上 您现在不能不管老臣啊 皇上 哎呀 你现在先起来 你说你堂堂护国大将军 你这想什么样子吧 皇上 臣不起来 你 皇上 臣现在不是什么护国大将军 臣现在 就是俩闺女的爹 你也得为老臣做主啊 哎呀 皇上 哎呀 行了行了 别喊了 哎呀 刚才朕就已经说过 快快请安王和平遥长公主前来对质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人还没请来啊 谢皇上 皇上 哎 皇上 不好了 安王和平遥长公主 失踪啊 你说什么 皇上 臣妾听说 昨日太子和炎儿之间发生了误会 就像您们太子把炎儿他们藏哪儿了 要是炎儿和平遥出事 臣妾 臣妾也不活了 哎呀 皇上 不能因为萧贵妃的一句误会 那 臣的两个女儿 就白白说了欺负啊 是是是 哎 初大将军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荡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哎呀 不要吵了 这方才已经差人去寻找了 等找到人之后 再说 书下来时 黑情王爷受罪 长公主受罪 王爷 长公主 长公主 还不赶快来扶我 是 疼 这边 我胳膊受伤了 只扶这边 废物 皇上 安王和平遥长公主找到了 快说 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 府衙大牢里 府 安王他 他脸肿了 还 断了一条胳膊 大夫正在给他接骨 所以现在无法来面前皇上 你说什么 反了 这五天之下 竟然有人如此大胆 敢打伤皇子 天之下 竟然有人如此大胆 敢打伤皇子 皇上 这还用想吗 一定是太子做的 要不然谁会有这么大胆子 平遥呢 现在平遥长公主如何 平遥长公主 她 她头发被割掉了 是吗 皇上 姐妹 丫儿和平遥有什么错 可是太子也不能如此狠心 皇上 臣的两个女儿 即便没什么过错 也遭了毒手 臣 皇上 你得先为臣做事 皇上 阿福 你告诉朕 阿嬷儿人 是如何被抓进府衙大楼的 回皇上 贵妃娘娘 安王和平遥长公主 他们 昨夜 被人扔在了大街上 一山不整 所以才 才被盗作流敏 押进了府衙大楼 去 将太子 请到这里来 回便皇上 太子殿下说 楚大小姐至今昏迷不醒 她要等楚大小姐醒过来 再向皇上请罪 好 就随朕走一趟 去东宫 儿臣参见父皇 现在 楚芸汐如何 回便皇上 楚将军 楚小姐身体正常 只是一直昏睡 臣正在想办法 哎哟 我的夕儿 你这是怎么了呀 啊 你爹来了 陛下也来了 陛下要为你撑腰啊 你快醒醒啊 哎呀 楚政男 你就休要在朕面前 再上眼药了 上一边去 君陵云 父皇 你若是问那儿人的事 不如先去问问他们 是如何联手坑害 儿臣的太子妃的 他们若是皇下领别 儿臣自然也不会承认 他们的栽赃陷害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那皇家的尊严 当儿室 父皇 儿臣要是连希儿都保护不了的话 何以保天下 父皇又怎能安心儿臣位居于太子之位 父皇 虽是皇家颜面 行龌龊之事的不是儿臣 但请是皇朝对人 太子 你给朕记住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乃是云霄国所赐予的 日后行事 一切都要以云霄国利益为重 倘若让朕知道 无论是谁 所说有损云霄国利益之事 朕 定绝不轻饶 儿臣谨记父皇教会 父皇 这件事真的只是个误会 儿臣只是去给皇姐送花 碰巧 和楚云西进了同一间屋子 哦 那你的意思 你不但没有错 还是你皇兄冤枉你咯 父皇明鉴 的确如此 我皇兄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我们打成这样 你看儿臣这伤 还有皇姐 堂堂场孤主被人割了头发 还被扔到大街上 差点被人凌辱了 那楚云西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你就一句简单的冤枉 就能摆脱协议吗 不要仗着没有证据 就能够颠倒黑白 我问你 我问你 你方才不是说太子 她伤了你们二人了 你可能拿得出证据 什么 楚云西怎么会昏迷不醒 她昏迷不醒 难道你们两个人心意 还没有数吗 在楚云西醒来 你们二人都在服装禁足 你们死过 父皇 这不公平 我和皇姐被打成这样 还被扔到街上 你怎么只击足我们呀 你呀 你还敢这么说 如果是你色旦包天 打起你皇嫂的主意 你怎么会被教训 你们知不知道 现如今皇家的颜面 都被你们二人给丢尽了 皇嫂 不错 太子已经说了 想与太子妃早日成婚 朕也已经运了 所以那楚云西 一定会是太子妃 也就是你的皇嫂 听清楚了 父皇 我 怎么 我是再不愧 朕就命人 向你另外一条胳膊给打断 殿下 安王和平瑶长公主 衣冠不整 游宿街头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别想 您最近状态越来越畅 不如 没事 这边每天都有人盯着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喜儿 你快醒醒 我一直在等你 慌什么 往皇上那儿 多送一些各地 干狠的奏折 皇上圣明 他自然该知道 如何处理安王和长公主的事 对云小国最有利 国公爷说的是 皇上这么些年 还不是仰仗国公 才能悠闲些 不要派我马屁 凡事还是要小心行事 那金赵颖的事 等过段时间 孩子把他忘了 就可以官府原职了 让他不要自乱阵教 是 对了 去告诉安王和长公主 最近消停一些 他们今日受的苦 来日 老父定会让伤他们的人 加倍封还 姨娘 我是不是要死了 胡说什么 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大夫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姨娘 活成我这个样子 死了也没什么 我不甘心 我就算死 也要让他们给我陪葬 要是雪儿知道 我也利用了她 会不会恨我 雪儿 伟娘答应你 会为你谋划好一切 你只要安心将身子养好 伟娘 一定会助你登上 那弥天下的位置 问题有可能出在酒上 东一国最统臣 少量饮用 即可麻痹身体 殿下 东一国皇室 有一种特质密酒 叫醉红尘 他后劲很大 并且有麻痹效果 我怀疑 太子飞喝的国酒里面 很有可能就掺着醉红尘 殿下 因为我查这酒的来源 我发现一件事情 老师 属下发现 这酒 是金赵义给安王的 而金赵义 又跟东一探子也接触 除了酒 还有什么其他交易吗 属下无能 只能暂时查到这么多 把人盯紧经照里面 人在松懈的时候 最容易露出麻将 诺 父皇 儿臣有一事要奏 何事 父皇 儿臣的皇姐 平有长公主 看破红尘 皈依佛门了 父皇 山四倾骨 儿臣请求父皇 让皇姐在长公主府 开辟佛堂 与青灯谷佛相伴 修斋念佛 修行此生 皇上 万万不可呀 这平遥长公主 乃是皇室血脉 她不仅有驸马 还有一对儿女 怎么可以 出家为你呀 正是因为有一双儿女 长公主才一心向佛 为子女多多祈福 太子 长公主若有此意 她可以亲自 与皇上表明 为何要太子转告 难不成 太子逼姐出家 萧国公 皇姐已经脚了头了 难不成有家 你是想让皇姐 站在朝堂之上 以出家人的身份 自证清白吗 皇上 皇上万万不可 太子可以不顾 不仅姐弟情分 可是平遥 平遥是你我的女儿 要是平遥有什么事 那直接也不活了 你简直胡闹 皇上 来人 还不快将萧贵妃 请回她的飞燕宫去 是 后宫参政 禁足你一个月 皇上 滚 既然 平遥长公主 已经顿入空门 那么朕 此法号 明决 让她 在长公主府之中 设立佛堂 修行吧 皇上英明 父皇 儿臣 还有一事要奏 父皇 儿臣还有一事要做 准奏 户部尚书 臣在 前几日 儿臣与安王相遇 安王跟儿臣提起过 他想为朕灾一事 出一份力 为此 他想出十万两百银 朕计灾命 哦 太子 何时如此的神通广大 昨日我才从安王那儿回来 不听他提起过 太子 和安王现在这般好了吗 萧国公怎么说法 我与五弟 什么时候不好 不妄 五弟这几日闭门不出 就是为了多筹错些银令 还发誓说 不筹足十万两白银 事不出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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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愿以协同互补 去安王家里取回银两 送回国 往皇上批准 好 那就这么办吧 安王既然自愿奉献出 十万两白银赈灾 那么 就由楚大将军 协同互补 一起将银子 送入国库吧 皇上兵严 王爷 户部尚书和楚大将军说 是奉旨前来 要从您这边取十万两白银赈灾 十万两白银 快点 有钱拿你还不赶紧呢 见过安王 二位大人 来本王这里有何要事 传皇上口谕 儿臣领旨 安王自愿拿出十万两白银赈灾 银两由楚将军协同户部送回国库 中朝臣当以安王为表率 父皇当真这么说的 安王仁义 来人 去取十万两白银 让两位大人带回去 阿玛 帮我去 拿白银 该死 你去 告诉金赵银 上次提的那件事 本王应了 诺 这是 原生 这是农作物 它的果实是它的根 可以作为主食使用 而且产量极高 差不多在今年的四月中下旬种植 九月就能成熟 如果我们能寻得这种农作物 在没有旱情的地方种下 那么百姓 就能熬过今年的冬天 汐儿可见过此物啊 见过 此物名为番薯 林云 你可差一人 到最南边的城市找一找 汐儿 若真有此物的话 你就是我云霄国的功臣 百姓的再生父母啊 汐儿 叫我们的婚室提前 你愿意吗 提前 汐儿 你若是不愿意的话 婚后我不会动你的 知道你愿意 但是我们得在三个月内完婚 这样我才能永远的 保护你 留在你身边 我早就与你说过 我愿意的 我愿意与你攻度此生 什么 贵府阿尔小姐的事儿 虽说与大公子无关 可这同气连理之 不知夫人从何得来的传言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既然做了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我今日已经把贵府的聘礼都抬来了 此事就算是我们国爵府对不起你们将军府了 等等 若是要与我们退婚 就将话说清楚 你妹妹除雪儿 未婚先孕 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 你还想着能嫁给太子不成 等你被太子退婚了 你以为你们家那点事儿还能瞒得住 莫太嚣张了 夫人就那么确定 太子一定会与我退婚 若是太子不与我退婚 夫人又该如何自觉 这世上清白的女儿家 又不是死绝了 你滚 你现在就滚 东西是怎么带来的 你就怎么带回去 本来我就是要走的 这聘子 我是不可能再带回去的 至于放哪里 你们自己看着吧 走 我倒要看看 至于下聘吗 好羡慕 是啊 也不知道是谁 将军哪个女儿出嫁 这么多聘劲 不知永康伯夫人要来 今日苦要招待不周了 还请见谅 我 好好好 你二人赶紧准备一下 太子殿下马上就到 太子 凌云 护国大将军之女 楚云西 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护国大将军之嫡女 楚云西 贤良苏德 温婉端庄 品貌出众 立为太子妃 特赐金秋七月初八完婚 亲子 臣女 接旨 太子殿下 你为了祝贺本宫与汐儿 也是煞费骨心 替本宫谢谢永康伯 永康伯夫人 今日府上有事 不能招待 带吗 我这就告退 恭喜 恭喜 首先要恭喜 既然太子也在 那我等改日再登门拜访 告辞 告辞 殿下 这些礼物都是何人所送 我要不要筛选一下在手 院长 您就把心放在肚子 来者不拒 多多益善 您只需要做好记录即可 老爷 忠儿 我要与你们商量一下 忠儿的婚事 你说 你是怎么想的 爷 娘 我要退心 哥 你不是喜欢安灵儿吗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我怕你会后悔 哎呀 有什么好考虑的 我之所以对安灵儿有好感 那是因为我一直把她当作未婚妻 让她如今这么欺负我妹妹 那就是欺负我 爷 一会儿 我跟你一起去 也好 妹妹 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哥以后一定能取得更好的 别担心 原来是亲家宫来了 有时远迎 还请里边请 从今往后 我们就不是亲家了 这是什么话 上次的事情 是我那人自作主张 我已经罚他禁足 楚将军大人有大量 可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婚事才好 我何为一家人 所谓一家人 就是一人做事 全家担当 你这个时候 把你那人推在前面当挡箭牌 你不讲究啊 楚将军息怒 俗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回一桩亲 还请楚将军 看在二皇子的面子上 这件事过去吧 如果你还是生气 那我提那人 给您赔个不是 赔 稍不起 文仲 你也说句话 你跟凌儿一向要好 抱歉 我并不觉得 辱我妹妹是小事 我与贵女 有缘无分 雍康伯 我家忠儿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告辞 竟然是你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 只不过是云霄国未来的太子 从我女儿的肚子里生出来罢了 小小一个庶女 野心倒是不小 不 她身份尊贵 配得上安王 你是说 她不是楚将军的女儿 你是说 她不是楚将军的女儿 那你就安排一次自杀 让老夫看到你的诚意 再来与老夫谈合作 自杀 这万一要是成功了 就一劳永逸了 如何 是否有可疑之处 开始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后来柳姨娘进了一间客栈的包厢吃饭 房门紧闭 房间还是隔音的 那包厢中可有其他人 柳姨娘进去和出来时 房间里都是空的并没有其他人 可属下直觉 那个房间不一般 劳烦您再去找几个面生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去打探包厢 诺 几日未见 也不知明明现在在做什么 陛下 要不还是叫太医看着他 不必了 有什么事 说吧 京兆颖 发现一下 终于是沉不住气 京兆颖 似乎把京城不群土给败了 书下猜测 多半是卖给东夷补制 京兆颖为他们落着 提供一些方便 详细说了 盯着京兆颖的暗卫 看到他 拿着印好的京城不群土 去了万家客栈的包厢 奇怪的是 包厢没有其他人 当他出来的时候 东西没了 定是给他什么人 那件包厢查过没有 包厢不对外看 说是被人常年包着 我们怕打扫警舍 就没有枪行进去 那银钱的去除 书下我 并没有查到银钱所在 不过 京兆颖交易之后 就去见了兵部尚书和安王 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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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补国人 抓到没有 还没有 他们很简直 在京兆颖停止查办时 就已经转移了 重点查一下 荒废的房屋 交涉 还有 暗中查一下银钱的去除 捉贼捉赃 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诺 是谁在那儿 是我 别怕 别怕 你 你要在我床上睡觉 那又何不可 汐儿也在我床上睡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 你不是困了吗 快来 那怎么能一样呢 若是被家人知道了 我 这还了得 汐儿 我真的困了 你就来陪我一会儿 天脸之前我就走 不会被人发现的 好不好 不许乱动 好好睡觉 不许乱动 令云 在成亲之前 我们还是设好规矩吧 小姐快醒醒醒 太子殿下 怎么了 是不是家人发现 太子耶稣在这儿了 不是的小姐 是 朴小姐出事了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舅母 父亲母亲 朴姐发生何事 晟莹 你朴姐她 她失踪了 我们找不到她 舅母 你先别哭 朴姐怎么失踪 什么时候的事 昨日 她出门有晚 到了天黑她也没回来 我们派人出去找了她一夜 结果没找到 朴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怎么活 阿姨 嫂子 你先别急 先保重身体 这不 等会儿他们已经带人出去找了 你放心 他们一定会把银儿找回来的 不 不能打仗几苦 不是 太子殿下 你儿的名声怎么办 错事 表姐的事情 会不会和柳姨娘有关 是否 太子殿下到 殿下 这么一大早过来 可是有何要事 不必多礼 本宫只是来看看太子妃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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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小女 小女昨夜出去游玩 车也未归 生死 未复 快请起 汐儿 何事 我表姐失踪了 我俩自小一起掌 情同姐妹 白霄 快去查 诺 这样 我们也去查 走吧 很好 既然凑到一起 就一块儿解决了 那够饭吃吧 姐姐 那 谢谢姐姐 这个给你 想知道她在哪儿 谁给你的 这 凌云 表姐定是被人抓走了 怎么办 她不过有危险吗 不会啊 他们把纸条交到你手上 是冲着你你来的 真伤 若敢来试 怕死 不过是云霄国的战神 看来 还是小看你了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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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走 那边 等一下 走吧 大哥 有毒 黄奸 黄奸 你 难道今天就要往在这里 你表姐的命 可还捂在你手里 你骗人 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表姐 这是陷阱 放进 表姐现在都没出现 这病人是个陷阱 来 说到最后关头 你莫要再逛 你一个人出去 你是陵小谷的暗子 你为陵小谷他行为真 没有你的陵小谷 我要他有何用 你别多想了 就被马尚取来了 驾 梁云 是不是救兵来了 朱小谷 太子殿下 是紫草 你都还好吧 走 神丽莎楚云西 神丽莎楚云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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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你没事吧 殿下 属下来时还请责罚 你怎么不去半路整个婚啊 去抓活口 诺 明月 你是不是傻 那可是刀啊 你怎么能徒手去捡 只要你安全 我就安心 若你不安好 我也不可能安好 都这种场合了 你俩还能谈情说爱 你走开 行 走就走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劫上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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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我受受伤的雄莫流发 狮子 可否好些 不愧是太子殿下 好东西就是多 这可是我家希儿给我的 你你受伤了 这也算伤啊 那我这算什么 都快愈合了都 你这没良心啊 我要不出来救你俩 我能受伤啊 快给我爆炸一下 你干什么你 我已经有我家希儿 注意点 殿下 属下无能 属下无能 他们 都自尽了 你回去吧 诺 你怎么还不走 何止我是多余的呗 希儿 我们是不是该秋后算账了 希儿 我们是不是该秋后算账了 算什么着 这是法女御事总是把我推开 世纪从全 我那也是为了你 这是法女居然敢骂我混蛋 以后不许你再关心别的男人 想亲我就直说 话这么多 姨娘 府上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雪儿 坐 雪儿 娘不是答应过你 要为你扫清障碍 祝你登上高位吗 从今天开始 再也没有楚芸汐这个人了 在这将军府里 你就是唯一的小姐 姨娘 你真的把楚芸汐给 姨娘 女儿一定不会忘了您的答案的 姨娘 你是怎么做到的 五十个惊心培养的死士 若是再杀不了一个楚芸汐 那真是废物了 竹子 大事不好了 大小姐恢复了 你说什么 楚将军 楚将军可有怀疑之人 臣是没有证据 不过臣觉得 不外乎 安王肖国公义中 只是这些死士的功夫路子 不太像肖国功夫的死士 是 我有一个怀疑的人 是何人 妹妹 妹妹 你说说了 大哥定为你做出 是柳姨娘 汐儿 不许胡说 你可有证据 父亲 昨日我派人跟踪了柳姨娘 你派人跟踪你姨娘 她进了一家叫万家的客栈 进了一个隔音宝坊 虽然明面上是其用犯 可实际不得而知 现下我手中虽没有证据 但我能断定 当中定有毛衣 万家客栈 京庄音 东一国太子 京城地行动 柳姨娘刺杀 或许万家客栈 就是突破口 楚将军 既然本宫的太子妃 怀疑柳姨娘 本宫决定将她带回去 审问一下 楚将军可有意见 这 林云 可否将柳姨娘 交由我来审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柳姨娘现在应该迫不及待地 想要再出去 与其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 既然本宫的太子妃不辞辛苦 要主动替本宫分忧 本宫自然是没有意见 好 那你就去审舍你姨娘 别太过了 是 父亲 对了 安卫怎么还没回来 殿下 太子妃 她中了埋伏 重伤昏迷 如今正在此一堂阴陈 林云 我们去看看吧 好 老爷夫人 雪儿最新身体好些了 说想要出去透透气 还请老爷夫人应允 当真是你 老爷 当真是你 老爷您说什么 什么当真是我 你 雪儿身体刚好 这么着急出去干什么 花园里的花都开了 带着雪儿到花园里转转便是 是 储政男 这都是你带回来的好人 如果我的孩子再有什么善事 我就带着他们回宁眼后府去 哎呀 夫人 你息怒 当初就应该多花点时间看 哎哎哎哎 你是谁 怎么随便到后院来 出去赶紧出去出去 别打扰我救人 我们是病患家属 大夫 救助她的难点在哪 她中毒已小 血也止不住 她是没指望了 你们要是想道别 我倒是可以给她扎上几拳 你中毒 等了清醒过来片刻 本校单夜学日见 哎哎 大夫 快帮她缝合一下 我去给她缝合一下 去找个太医来 喏 太医 你是 你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饶命 草民 草民 草民有眼无珠 无妨 先救治病人 殿下 楚大小姐 快给她看看 嗯 殿下 此人中毒不深 只是这个毒 微臣从未见过 微臣会根据症状 采取一些解毒的药 莫非 莫非 莫非是我误准 来 怎么样 嗯 这毒吐了一大半 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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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月 太好了 我的药有效 嗯 我的膝儿真厉害 你怎么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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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并无大碍 只是 最近操劳过度 缺少休息 微臣开上几副药 补补便好 不是的话 我先去处理一些事 等我回来 等等 等等 殿下还有何吩咐 不 我的身体状况 如果让第三个人知道 特别是希儿 啊 臣定守口如瓶 父亲 我知道你因为柳姨娘的事情 心里很不舒服 可女儿还是要审问她的 为了全府上下的安全 女儿求你 不要因为心疼她而插手 女儿向你保证 在找到证据之际 不会伤她心 夫人 走吧 来人 将柳姨娘和她的婢女小翠带过来 看好楚雪儿 不许让她离开丽雪院半步 诺 不许让她 不许让她 放开我姨娘 你们好大的狗子 去找我的父亲 把你们通通发卖 还有你 大小姐有令 不许让她踏出丽雪原半步 姨娘 放开我 姨娘 放开 楚芸汐 大小姐找我何事啊 跪下 大小姐 我好歹是老爷的妾室 是你父亲的女人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看你这双眼睛 怕是不想要的 既是如此 我便成全你 大小姐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不许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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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除大小姐 对我的怀疑 我可以承受酷刑 但是大小姐 要想清楚 如果得不到 你想要的口供 该怎么跟老爷讲 柳姨娘果真 不是一般女子 屈居在我将军府 倒是我委屈你了 可是 你究竟是何人 少废话 药杀药杀 随你便 你给我吃了什么 淑于夕 你个贱人 我诅咒你 可那也要拿着你 小蔡 你是想要一个痛快 还是如同你主子那般 你自己选 小姐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 饶了奴婢 饶了柳姨娘吧 看来你要选择后者 还真是主仆情深 不要 我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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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邱姐 你杀了我吧 小翠 柳姨娘已经招了 我给了她解药 我念在你只是个丫鬟 只能帮主子办事的份上 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 若你口中所说之言 与柳姨娘一致 我便饶你一命 不可能 主子不可能招人 我不会出卖主子的 你杀了我吧 小翠 我那儿还有很多药 怎么 你想都试一遍 你放心 在试完之前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说 柳姨娘她 她在外面有人了 大小姐 求你 给我解药 小翠 你个贱臂 竟然敢背叛我 自我入将军府以来 你就跟在我身边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奴婢没有主子 奴婢没有背叛你 奴婢没有招人 你要相信奴婢啊 小翠 你的主子 我是谁 主子是 是尊贵之人 我要你说出我的真实身份 在我入住将军府 成为你的银娘之前 我到底是谁 我不能说 死都不能说 将解药给他 你的丫鬟 可比你实相 你和萧国公密谋之事 我已经知道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带走 吃了吧 你还要给我吃什么药 我不吃 滚开 你的丫鬟都已经招过 我不需要再从你嘴里 得到任何消息 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这是解药 你不要就算了 废物 那么多人 都杀不掉太子和楚云熙 你找的都是什么废物 他们要是好杀 你们早就动手了 就是因为他们不好杀 我们才需要合作的不是吗 计划没成功 合作就作罢 小国公 你只是说要一场自杀 我已经做到了 你没有说一定要成功啊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 你如果反悔的话 你不要怪我反目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什么 你答应 云霄国未来的太子 要让我女儿生出来啊 你是何人 如果不将身份和盘拖出 我不会信 我什么身份 你不是知道吗 你不是小公公 你是谁 到底是谁加班的 你到底是谁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笑 成元席 你这么蠢 你敢霸占太子妃的位置 我就想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给我的血儿 千里位置 你 家派人手看住她 不要给她往外传递消息的机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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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杀了你杀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呦 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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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儿 放心 父亲 一定给你个交代 爹 老爷 老爷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师大小姐 不知道给我吃了什么药 让我神志不清 才会乱说话的呀 老爷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老爷 老实说 我只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雪儿 她到底是不是我生的 老爷 雪儿 雪儿当然是你的女儿啊 那就只能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大小姐跟你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针对我们母女 她用毒药逼我还不成 居然教唆老爷 不认自己的血脉 我喝醉酒坐进你房间 到底是不是你特意安排的 你说七个月产下雪儿 我看雪儿群色足运 她到底是不是我生的 男人 去把二小姐叫来 我 我老爷 你真要怀疑雪儿 你这是要逼死自己的女儿啊 你让雪儿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如果不弄清楚这件事 我出家 我出家还有什么脸能活在这个世上 姨娘 姨娘 姨娘你怎么样了 我怎么哭了 是不是楚云西欺负你了 哪里受伤了 我可怜的雪儿啊 你怎么这么命苦 你偏偏生在姨娘的肚子里啊 雪儿 把手给我 不 不 不可以 不要啊 老爷 不要啊 姨娘 老爷 如果你们一定要底血人亲的话 你就拿剑一下把我们都杀了吧 好过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把手人指指点点 姨娘 你在说什么 什么底血人亲 把手给我 姨娘 姨娘 你说 不可以 姨娘 你说话呀 姨娘 老爷 不可以 安邦来了 还带了聘礼 说要迎娶我们府上的小姐 什么 恭喜安王 恭喜安王 好 见过安王 楚大人 别来无恙 安王 这是何意 熙儿与太子 马上就要奉旨大婚了 安王难道不知 本王今日来 是来迎娶本王的王妃 不知雪儿现在在何处啊 你要迎娶雪儿做正妃 安王如此妄为 难道不怕陛下怪罪 若没有父皇应允 娶妻之事 本王怎敢擅作主张 可雪儿乃是庶女 陛下怎会允许她做正妃 今日起就不是了 兵部尚书的沈大人 愿收雪儿为义女 本王府里已经准备好了 先任亲再娶妻 蜀大人 蜀大人 意下如何 安王 王爷迎娶王妃 怎能如此仓促 蜀大人 你女儿为本王留了一个孩子 本王自然要马上对她负责任 婚服本王都带了 蜀大小姐怎么一副苦大仇身的样子 难不成是对本王念念不忘了 若真如此 你们姐妹大可以共事一夫 安王可是在羞辱老父 蜀大人 你马上就是本王的岳父 何来羞辱之说呀 啊 对了 任亲需要父母见证 想逼蜀大人公务繁忙 就请王妃的生母去一趟本王府上吧 你不会抗制不尊吧 岳父 楚芸汐 你猖狂一时又如何 我以为你下定决心要杀了我们母女 我好害怕呀 没想到吧 我逼你先嫁入皇室 别担心日子长着呢 我们来日方长 哈哈哈哈 我笑什么 我本想着 你们若是死了 便可惜了 太便宜了 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们休想忘了我身边的人 这是我的底线 触碰到我的底线 不管你们躲到哪 没办法 这辈子必须给我夹着尾巴过活 不然我随时取你性命 楚芸汐 你别虚张声势 我是安王妃 你要是把我害了 你也别想好过 谁笑到最后 还不一定 你可别忘了 我也是太子妃 就算不择手段又怎么样 对付你 不就是等于打死臭水沟里的臭虫 楚芸汐你给我站住 你以为太子真的看上你 他只不过看上了楚家的势力 等他得到了一切 你连快破步都不如 管好你的臭嘴 你且给我记住 你们的命是我的 不然你以为 你们能活着走出这将军府 莫要再挑战我的底线 姨娘 他是个疯子吧 你个贱弟 这麻袋装的什么东西怎么还会动 我怎么看像个人啊 大大大大哥 我看这个 气过 快打开看看 大哥 快将他戴会府上 可是我们还不认识他 而且 他莫名其妙地丢在我们面前 会不会 大哥我认得 戴会府上 我再与你解释 哦 哎哎哎你干嘛 我说大夫 抱呀 哦 啊 啊 连云 我有事跟你商量 参见太子妃 参见太子妃 连云 张太医 你不是说太子殿下无事吗 为什么现在还在婚 太子妃恕罪呀 微诚也不知道 太子妃恕罪 嗯我猜 太子跟之前一样 可能是太累了 所以睡得久了一点 嗯 曹叔 你等我一下 为何我就是找不到这一张中的书 该如何救命 对 转机 啊 夕儿 哎呀 这这这这 这太子刚刚醒 这太子妃又叫不醒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殿下刚醒你就别晃了 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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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你终于醒了 啊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就是今日里太忙 没有暗示永善 才被倒了 那胸口痛呢 回太子妃 殿下曾在战场上被敌风死穿胸口 险些丧命 原来是救急复发 所以 要好好疼一疼本宫 啊 啊 这个时候还要打去我 我看你这身子是无碍了 来 放手 说正事 好 都听夕儿的 出血儿的事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可知皇上是怎么想的 夕儿可能不知 当年 盛极一时的司空家族 被解放有秘密谋反之心 父皇当时根基不稳 有心铲除 却无力实施 但父皇就在为这事犯仇之事 小国公做了他的刀 为父皇清理反贼 镇压朝纲 整支朝堂 因此 得了父皇一个承诺 所以 你也觉得司空家 是反贼吗 你也觉得司空家 是反贼吗 我也不知道 司空家族的案件是一个大案 我曾经想过查阅案件 可是 司空家族的卷宗 都被当作机密文件封存起来 查不到 夕儿可知道此事 不 我不知道 我只是好奇 那会是个神证 父皇承诺给肖国公一个愿望 只要不触犯法律 不违反伦理刚常 或劳民伤财 父皇都会答应 所以 肖国公将这个愿望 用在了楚雪儿和柳姨娘身上 是 凌云 你差人去查一查万家客栈 我的太子妃啊 果然聪慌 放心 万家客栈已经被我查封了 火机和老板都已经被抓去审问了 凌云 阿公主出事了 就在我来找你的路上 她被人装进马带扔在大街上 一扇不整 险下 我已经差人将她送回府了 白霄 去查 凡是碰过八公主的人 我都要她们的手脚 喏 好了 险下已然没事 你身子也无大碍 那我便出宫了 大哥还在宫门口等我呢 这么早就走了 乖 很快了 走了 妹妹 我走不动了 你关够了没有啊 怎么回去了 还坚持会儿坚持会儿 行 这不是楚家兄妹吗 你个小信 你上次走你没走够是吧 要不再练练 关电话事别动手啊 我送给你们将军府的贺礼 可还喜欢呢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看老子今天不揍死你 别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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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着我 别冲动 别跟她一般见识 晚上 我们把她变成傻子 赶紧走 凌儿果然没有看错人 萧公子 凌儿敬你一杯 你先喝 萧公子 你莫不是怕凌儿下毒不成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不是吗 来人 原来如萧公子 这般人上之人 也如此怕死 本公子为你一掷千金 你的纱帽 是不是该摘了 林二敬萧公子的酒 萧公子都不喝 莫不是看不上我 如此这般 林二便将您的银子 退换给萧公子 公子另寻家人 林二的容貌 是给有胆识的人看 你的胆子很大 不过本公子喜欢 倒酒 喝了这酒 本公子要你从上到下 都坦诚相待 一直也认为 妹妹 你跟她啰嗦什么呀 要我说我直接咋了得了 大哥大哥 别太明显 断了她的 就行 妹妹 啊 从哪弄得这些好药啊 要不给老该弄点 胡说什么呢你 好玩好玩 嘿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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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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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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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晚是有多忙啊 嗯 嗯 哎姐父亲 你做的好事 我 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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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的梁家女子让你选 你一个都看不上 孩儿知错了 知错 知错你就给我娶妻 人选 我来给你张罗 你来给我 娶妻生死 对了 那个八公主 可还是完毕的身子 嗯 仅遭父亲之料 我只是命人 吓唬吓唬她 撕了她的衣裳 嗯 去给我三拨消息 就说 装在麻袋里的女子 是前段时间 被昏昏落去的八公主 听见没有 啊 是 这个如何是好啊 听闻那个小国公 还跑到皇上面前 去请求此婚 这万一 要是皇上同意了 那八公主 以后该怎么办 哥 你这是在担心八公主啊 哎 八公主可是天真教你啊 不能让萧张那个猪狗 不如的东西 给揍下来啊 哎 公主 那你觉得八公主怎么样 那自然是很好啊 八公主 知书达理 多才多艺 嗯 反正就是 最主要的事 长得漂亮 我是说 给你做娘子怎么样 那不可不可不可 那八公主 可是皇家闺女啊 我们府上 那已经有一个太子妃 又有一个安王妃 我要是再娶了八公主 那皇上 以后该怎么看我们主家 那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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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跟我逞那些有的没的 你喜不喜欢八公主 我 我 我喜欢你 你有办法 嗯 如此这般 咱们就能办 然后 知道吧 我不愿楚公子是因为救我 同情我 才娶我为妻 楚公子应该选择自己相爱的人 相伴一生 谁说我不喜欢你了 我喜欢你啊 我很喜欢你 我 八公主 你可否听过 一见钟情 我哥他对你就是这种感情 只要你敢点头 我们楚家一定排除万难把你迎娶进盟 而且 从此以后你就说我嫂子了 对吗 嫂子 嫂子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太医 他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哎 国公爷 从公子的脉象上来看 可能是脑子里面出了点问题 可能 可能 可能什么 可能是 伤到了脑子 你是说我这儿子会变成傻子 嗯 国公爷 您别着急 容微臣观察几天 微臣给公子开些活血化鱼的药 我家儿子 如果恢复不到全须全尾 我让你也变成傻子 还不抓紧 郭公爷 我倒真有一个人选 供郭公爷参考 快说来听听 既然楚家娶了您看重的儿媳 不如让二公子 把楚文中原来的未婚妻娶回来 你说的是有康伯之女 安灵儿 是 走 去永康伯府 不知道楚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惯乎我的意思 安小姐可知 昨日 萧国公去贵府提了亲 自是知晓 萧张昨日撞到了头 太医说 他可能会变成傻子 什么 太子妃 以前都是灵儿不懂事 求太子妃看在楚大哥的面子上 救灵儿一命 灵儿不愿 大可去告诉你母亲 她那么疼你 自然不配看你掉入胃口 是 灵儿啊 救救你大哥 嫁给萧儿公子吧 你答应我 萧国公 拿我大哥的命为喜 我母亲也要护着我大哥 事到如今 只有一人可救你 你若愿意 我则为你安排 是谁 安妄 我 灵儿 母亲 如果我嫁入小家会死 母亲还会旨意让我出嫁吗 怎么会死呢 灵儿 你若不肯嫁 你大哥才会真的死 想想你大哥对你的好 你就忍心吗 我会好好考虑的 母亲请回吧 父亲 母亲 不必多热情 冷淡处理即可 只要留下他们用饭 就能留出足够的时间 昔儿 你倒是想的周全 可是 他们也得有脸来啊 他会来的 他基于父亲手中的兵权已久 脚尽脑汁 如今有了一个光明正大拉拢的机会 他不会放过的 安王殿下到 见过安王 黄泉 不是一个将军能抗衡的灵 小女 拜见安王 安灵儿 你怎么在这 小女是特来恭喜安王和安王妃大婚的 不知是哪家的女子 小女的父亲是永康伯 就你这身份用得着你来恭喜 还有 你这眼神是想当着本王妃的面勾引安王吗 王爷 您高高在上 小女从不敢奢望 如今听闻您大婚 想着 能特地来拜贺一下 小女绝没有王妃所说的那般心思 王妃息怒 灵儿 不知何事得罪了王妃 这都冲动送上门了 我是不是该接着你 带死的褚蝎蝎 这是你找来恶心我的吗 姐姐 你还未嫁入王府 我已是安王妃 是不是应该懂些礼数呢 我本想着井水不犯河水 但没想到妹妹这么识大体 想必肯定知道拜见先皇后的礼 来 拜吧 王爷 大家都是一家人 互相拜见岂不麻烦 岳父 不如我们就餐时再说吧 你也起来吧 你的心意本王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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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喝喜的话说完了 你也该走了 是 只是 刚刚有些头晕 不知可否借用一下厢房 休息别客 东厢房空着呢 你去休息 休息完了你就回去吧 就咱们两家 没有什么再往来的必要 今日是脸儿唐突了 多谢楚大小姐 少说两句吧 阿玛 来 请 王爷 不用陪着王妃吗 难道 不是你想本王来的吗 嗯 王爷 你可喜欢凌儿 喜欢又如何 不喜欢 又如何 王爷若不喜欢 就不要碰凌儿 我这就回府 凌儿的父亲母亲 明日就要给我定亲了 若是王爷喜欢 今日 就接我回府 王爷得到我 就是得到永康国府 二皇子那边 我父亲母亲 也会极力说和 给王爷 添一封力 怎么 永康婆跟你说的亲事 你不喜欢 若嫁给的不是王爷 那凌儿嫁谁都一样 只要王爷点个头 凌儿 就是王爷的人 若是王爷摇头 凌儿也绝不纠缠 明日 就是嫁给其他男人 回家等着 本王今日 就接你回府 你准备如何收复安王 我已经做好了 尾声与安王的准备 不 这样不行 安王他固然好色 但不足以做到 色令之婚 你得拿出一个 更具用惑力的条件 去说服他 那 什么理由好呢 你去告诉他 永康伯府夫妇 想上一艘稳固的船 而他们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 安宁了 走了 我送你出去 多谢太子妃 不必谢我 日后 也不要恨我 路是你自己学 不就是一个楚雪儿吗 我还斗不过她 只是 楚云心里别后悔才好 父亲 母亲 女儿就此拜别 女儿今日出嫁 多谢父亲母亲多年养育之情 凌儿啊 你 你真的要嫁给安王 那你大哥怎么办 请母亲放心 小国公不会动安王的人 毕竟 他以后还得养证安王 我就知道你这个贱人 胚子没安好心 看我今天不把你的眼珠 许儿 王爷救我 凌儿 凌儿只是想服侍在王爷身边 没有要与王妃争宠的意思 走开 不要连几个贱人 净琴儿 杀了你 听到了吗 凌儿 凌儿 王妃自重 你放开她 王爷 我刚嫁入府邸三天 你就向这个贱人纳入府邸 你可要把我放在心里 楚雪儿 凌儿已经是本王侧妃了 本王不想后悦不宁 否则 别怪本王无情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要时刻提醒他 他现在还不是太子 父亲 父亲您先别弃眼啊 颜儿 颜儿肯定是不知情的 肯定是内安灵儿 是内安灵儿勾引了他 等我把颜儿 叫回宫中好好询问 定会给父亲一个交代 你个狗东西 走路不看的吗 小心点吧你 看来 看来这法子走消 要 王爷 想死吗 王爷 这萧贵妃娘娘 她让你进宫一趟 滚 灵儿 等本王回来 王爷 王爷 灵儿有些话 必须亲自跟你说 好 你说 王爷 灵儿之前跟你说过 我的父亲 本想将我许配给其他男人 那个男人 琉璃烟花之地 不把女人当人看 不及王爷万一 这种康伯真是老糊涂了 竟然想把女儿 嫁给那种人 也并非是父亲所愿 因为那个男人是 是谁 让你如此无法及时 那个男人是 萧家二公子 萧赵 你说谁 莫非 跪下 你难道不想解释些什么吗 儿臣也是将她 接到府里之后 我才知道的 不过是个女人 外祖父还特意跑来 跟您告状 来日 儿臣送她 十个八个就是了 放肆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抢的是你舅舅的女人 外人传出去 该怎么说 言 你需要做大事的人 还需要仰仗你的外祖父 那外祖父以后 不是还要仰仗儿臣吗 母妃难道希望 儿臣成为外祖父的傀儡吗 母妃别忘了 儿臣是堂堂王爷 是要主宰别人 不是被人主宰 还有 母妃以后 不要动不动 就让儿臣跪着 儿臣还有事 先告退了 你 娘 来人 娘娘 管不 去给我查 这谁将这个小剑 安排在安王身边的 是 好了 现在热闹也听完了 我该回府了 你说你现在张罗婚礼 越来越娴熟了 你什么时候 也张了张罗我们的婚礼 听你这意思 我不做太子妃 我还能出去当媒婆呗 我的膝儿天赋异禀 天色真不早了 我走了 时间不多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改变 汐儿的结局 灵儿 王爷 萧张死了 萧张死了 此话当真 王爷 亲之万全 孝国功夫都挂起来步了 下去吧 诺 倘若外祖父为此一军不振 我的打业该如何推进 王爷 其实 这也不全是坏事啊 此话怎讲 王爷 王爷想啊 若萧家 一直后继有人 待王爷 大业得成 那想要压制住萧家 并非一事 可如今 只要王爷好好 哄着萧国公 待萧国公年迈 王爷 我就完全没有 治疗了吗 灵儿 没想到 你竟如此 聪慧 楚雪儿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成为 安王妃 在楚雪儿的事情上 灵儿 愿与太子妃合作 以后有任何消息 都可送到这件宝箱 我会来取 还有 别忘了柳姨娘 她比楚雪儿 更难对付 小心些 多谢太子妃提醒 可查到 赃营的去处 经万家客栈的人交代 一百万两白银 暂时全部由 金赵银包管 等风头过去 会分三十万两 给公布上述 七十万两给安王 暂时还没有查到 金赵银 将其藏在哪里 殿下 接下来 该如何做 找几辆马车 拉几个箱子 放出去消息 就说我们查封了 一百万两贪污赃银 派人盯紧君赵银 看他有什么动作 另外 别让他死 诺 都让开都让开 太子殿下 查抄了一百万两黑银 抛尽者与强盗同罪 让让开让开 你悄悄去 被元庄砍一眼 银子还在不在 小心逼着点人 别被发现了 是 王爷 兵部尚书来了 叫进来吧 灵儿 你先回屋 本王得空 再去看你 是 王爷 咱们那批银子 被太子给盯上了 你说什么 王爷 不如请萧国公出手相助 此事不必惊动他老人家 来人挑身手最好的 去帮帮京赵医 必要是 一个不留 终于安排你住了吗 集合所有侍卫 诺 安王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既然做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今日 我就为你 扫清这个障碍 国公爷 您三思啊 这事万一败露 那 那可是诸九族的罪啊 若是有此牵连 勇看伯父 那可是合伤 外祖父 日前都是 炎儿被人蒙骗 才会做出 惹您生气的事 外祖父一心为我 此事若能成功 炎儿 定当报答 永康伯一家 就任由外祖父处置 那老夫 提权助安王 荣生太子 太子妃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向你禀报 但是 在我说之前 求太子妃答应 要保住我和永康伯父 上下的性命 只要不是永康伯父犯罪 只要你对我足够坦诚 我便允诺你 保全您和永康伯父 小姐 太子殿下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没事的 我没担心 我怎么会担心呢 他怎么会出事呢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道这是谁的府邸吗 还得删除 情不办事 不想死的滚开 开门 开门 荆召印投敌卖国 押入大牢 冤枉了 冤枉了 大人 荆召印被抓了 废物 全都是废物 小姐您的手要不要包扎一下 没事 爹 太子殿下受伤了吗 爹 你说话呀 下雨别急 太子殿下是受了点伤 你伤得重重 皇上 太子妃来了 嗯 朕知道了 太子到底何事能行 回避皇上 太子殿下伤在胸口 又有些身 还好底子比较好 并无大碍 醒来只是时间问题 嗯 父皇 刘云 父皇 父皇在 父皇一直在 你 你现在感觉如何呀 让父皇感谢了 哎呀 行了行了 快躺好 你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 哦 快告诉朕 今天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皇 儿臣躺了睡得到 父皇当真不知吗 嗯 你 可有确凿证据 父皇放心 我一定把证据 撑到父皇面前 好 你先安心养伤 父皇 待伤好以后 再处理不迟 好 父皇也早点回去学习 陛西 陛下 这一次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太子 朕希望他 早日康复 啊 你去吧 朕先回去了 没事 有点小伤 你别动 我看看 疼不疼 不疼 好了 别哭了 嗯 嗯 外祖父 你看他 还有些似逛铺子买衣裳 看来 本王的好皇兄 并没有传说中伤得那么重 这就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迷雾罢了 刑部那边都不能放松警惕 外祖父放心 给京兆尹下毒那人活不过今晚 京兆尹也活不过今晚 你也是何人 我是楚云熙 太子妃 京城不举土 事关皇上 和整个朝廷的安卫 你此等刑警 与通敌叛国无疑 臣冤枉 你是心存侥幸 还是觉得安王他能保你 你的脏银已被尽数缴获 帮你转移脏银的人刺杀太子殿下 也已被活捉 眼下人证物证俱在 你抵赖不了 那你还在做什么 看我笑话 我来 自然是给施大人 指一条明路 你若是主犯 那施家上下定然断子绝孙 若大人您只是从犯 主动招任 或许还能保齐全家 我没有同犯 你觉得安王和兵部尚书 会领你的人情 早在昨夜 给你送的吃食礼 已经被人下了毒 若不是太子殿下保你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死尸 若侥幸没有死于非命 大人怕是也要受尽者 凄惨能死 大人的家人也不能免罪 大人 您当真如此的家人 考虑一样 招了 是 刑部尚书 方才派人来请示殿下 接下来该如何走 有刑了 没有用刑 只是说 见过殿下派去的人之后 就招供了 是个女人 我派去 汐儿 吩咐下去 保护好金赵英一家 还有 要刑部尚书 带着金赵英 带上父子 进宫见价 诺 儿臣拜见父皇 灵云 你大病出狱 我好好在宫中养着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父皇 证据 儿臣找到 不 什么 朕问你 金赵英 投敌叛国之事 你们二人 可有分 另外 刺杀太子之事 你们二人 可有分 父皇 儿臣不知道 您在说什么 儿臣怎么会有 叛逆之心呢 也不知道是谁 怎造谣生神 皇上 金赵英 虽是臣举荐的 可臣也不知道 他竟如此大胆 有这等野性 是臣诗人不明 还请陛下降罪 金赵英如今 已经供认不讳 而且这供词 刑部大人 也已亲眼看过罪状 你们二人 还有何说辞吗 刑部尚书 供词在哪儿 可否给本王一官 我倒要看看 金赵英是如何 诬陷本王的 回陛下 装死 被贼人结了群 芸汐 急匆匆的 要去哪儿啊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绝不能让公子 落入小宝匪生 多谢娘娘 不劳娘娘费心 看来一定是最近照顾太子太过于疲惫 半嬷嬷 老奴在 送芸汐先回去休息 是 你们 妹妃娘娘 嗯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婉桃来了 婉桃来给您请安了 芸汐姐姐也在啊 婉桃公主 进来可好 婉桃公主 我很想念你 更想念 在皇上宫中吃的绿豆糕 绿豆糕 不是姐姐给我的 莫非是想让我把这封信件 交给父皇 还说想念我 进宫就不来看看我 只知道陪娘娘聊天 你别生气 今日是娘娘找我有事 待我将事情办完 我定去看望宫中 父皇 儿臣有东西要给您看一下 哦 嗯 嗯 啊 这 婉桃 这 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这是芸汐姐姐让我交给你的呀 婉桃 你做得很好 先回宫去吧 是 父皇 你方才 不是说要看吗 现在 看呢 父皇 儿臣冤枉啊 清诏以利欲寻心 投递卖国 竟还敢拍摇儿臣 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教唆 父皇 你不是想看吗 现在当着这阵面 看 这偌大的京城 除了你 还有你那母妃之外 还有谁 能调动得了这么多的死事 到如今 人正 物正俱在 你还用何抵赖 父皇 我真不知道那些死事是怎么回事啊 你若怀疑萧家 不如 将我外祖父 萧国公也传来问问吧 怎么 朕难道没有召见于他吗 怎么 朕难道没有召见于他吗 皇上 萧国公说他病了 起不来床了 过儿无法进见 听见了吗 朕早就知道 你想尽萧家之力 推倒太子 并取而代之 但朕万万也没有想你 你会做出这种卖国求荣 刺杀太子之事啊 如今 朕对你是失望头顶 父皇 父皇 儿臣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是萧国公为着儿臣所为 父皇您明察呀 父皇 传阵旨意 安妄于兵部上述 卖国求荣刺杀太子 现在将二人打入天牢 听后发落 父皇 听外 传阵旨意 立刻封锁萧国公住宅 搜查罪证 父皇 你就不想想我的母妃吗 她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朕差点忘了 还有你的那位母妃呀 现在就传阵令 将萧贵妃 和楚云溪一并带到这里来 皇上 母妃救我呀 母妃 父皇要把我打到天牢啊 母妃 皇上 雅儿就是犯了贺罪 雅儿如此对她 趁着这位好皇儿 将中药军机卖给嫡谷 还纠结死事 妄图行字太子 她犯下的这一桩桩重罪 哪一条不甘进天牢 皇上 冤枉啊 雅儿 雅儿从小心思就单纯 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皇上 您不要听信他人 够了 传阵旨意 安妄君红颜 投敌叛国行刺太子 正确确认 现打入天牢 听后发落 其母 萧贵人 为母不尊 教子无方 耻夺风味 打入冷宫 无 朕之旨意 任何人 不得探视 母 你都死了 压我一头 哈哈哈 痴君线 Kesk 拿什么 痴君线 想死人开口吗 是你 是你触摆了我们安娃 对不对 那功力 穿的是什么游戏 你是怎么法上 什么 过得正确断 对 我杀了你 你杀了你 你 打大 sk 在 连连 今后每年不管我们身处何处 我们都要一起看血 好吧 倘若真能如此 便好啊 凌云 好 小傻瓜 现在正值夏日 你站着别动 我去给你拿结束的 还是凌云都有最好 走 我没心 没了你 我看去凌云还怎么笑得出来 你们都要下去 排我的炎儿 王嬷嬷 还落着做什么 凌云 凌云 凌云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来人哪 凌云 你不要吓我 她除了旧伤复发 还有其他问题 对不对 太子殿下 自内思厌灰过后 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她怕你担心 不让我们和你说 还有什么问题 此病 臣从未见过 从未见过 太子殿下 除了咳嗽吐血 还伴有心口痛腾成长 臣查遍宫中所有医术 也未查到原谣 藏树狂 会不会有答案 太子君凌云 重生树狂 终于在最后一次 护住了太子妃楚云熙 但因为数次轮转 身体早已病入膏肓 至此昏迷不省 原来 灵云也是重生 灵云 我一定要救 我不管你救 我怎么会救 夕阳 如今消失了 你被吹了阵肘 大哥应用了孩子 住在这里 是没有个名 我 只求 灵云 到底在哪 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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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护 灵云 灵云 capit respons